这是在台湾有24年历史的美军电台 是当时唯一英语发音的广播电台 在1979年4月15号走进了历史 美军电台每天提供了大量的音乐节目 为台湾听众带来了不少欢乐时光 四架IDF战机编列成一队 以整齐化验队形通过阅兵台 1997年4月15号 我国自行研发的IDF金国号战机连队成军 我国从1988年首度研发金国号二代战机 9年之后已经完成三个中队 也就是一整个连队的改装任务 时任国防部长蒋仲林在自此时强调 不断强化我国国防实力 是当前的首要目标